平川树林静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决 由令神打架120 顶尖的兽鬼打架 喜欢大家喜欢 好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 为地图选择的是TR归岛 出生在地图左上角是蓝色的兽族 IDLYN令神 目前的世界敌兽族啊 长得帅游戏打得好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下角 红色的亡灵IDY20 目前我们国内最顶尖的亡灵选手 Y20的话好像也是刚结婚一年左右吧 那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发挥 Y20首发的是DK死亡骑士 这边的话应该会放下第二个通灵塔吧 大概率还是狗溜开确实 那令神这一边呢选择的是剑圣 好现在剑圣由于有了分身 这个作用感觉也是越来越强了 好我们看看开局双方的一个博弈 令神选择的是剑圣配大技 暂时没有放战争模仿啊 后面的话应该要放战争模仿啊 毕竟打毁灭还是要出猎头 好嘞 1.36版本 所以说对手的位置肯定在你的对立点位啊 旁边不用侦查啊 就对立两个点位检查一个 另外一个大概率也就知道了 然后再扣来干一下剑圣的手发 懂了啊 剑圣手发大概率不会出飞龙吧 如果先知手发的话大概率会出飞龙 好嘞 我们看看小师生过来侦查一下 那剑圣过来的话应该是买宝了啊 上来 卖TP买个贵族投环 然后呢抢一个5G的蓝胖子 蓝胖子有一定的概率可以调不错的道具 小师生过来调皮一下 哎 被野怪网了啊 连续网了两次 好 我们看一下剑圣的装备如何 打了一个回药戒指 买了一个贵族投环 这装备确实还可以 那另外一边呢 DK打了一个智力加三 也不差 来 这里看看能不能搞个公爪玩一玩 开局的话双方还是比较和平的发业 剑圣呢 偏向于打宝 这边DK偏向于练等级 练到三 非常的关键 好嘞 我们看看120这边啊 打的是一个指环加四 偏肉装 那也还行啊 稍微肉一点 大技 过来看一眼 应该看见了吧 看见了对手在这 那现在看到对方那么多狗 不太敢过来 因为DK打二有光环啊 大技一过来很容易被围杀 那我就远远的看着你 是吧 边缘OB 来 那边缘OB看着 剑圣要不要过来收割一下 剑圣还在打宝 剑圣这边 就要打了一个治理加三 不错 好 DK的话过来入侵对手的一个视野 过来看 诶 这个宝没有打掉 可以 那我把它收了 另外一边大技要小心 大技的话一不小心可能被围杀 大技过来蹭一蹭 我就蹭一蹭 DK公爪 他不就来了吗 剑圣 抢一个野怪啊 来 必有一刀 抢掉 小心这边一发C 剑圣身上的话 他是有疾风布的 没有生这个分身 打不死足的话 前期如果说你想去抓对手 还是疾风布方便一点 好 还想抢 没有抢着 那这个二极怪能抢到了吧 各种假动作 骗到了啊 120这个假动作不错 剑圣提前输出 结果输出不带够 不死足再补一个伤害 目前等级的话 定神 剑圣1.8级 120DK 2.6级 快到三级了啊 一到三 贼爽 好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科技 受作的科技 领先一丢丢 不死足的话 慢了一点点 问题不大 DK再练一个小点 马上到三 那剑圣呢 快到二级了 剑圣的话 身上有药膏 续航能力还行 就是现在等级太低 不能给DK造成一定的威胁 好嘞 DK这个点收完 嗯 差不多就到三级了 三级之后 我们看看 他是选择继续练击呢 还是去抓对手 这边 两个智力加三 DK 贼舒服 哎呦 还差四点经验值 剑圣继续打宝 哎 公爪 他也来了 好嘞 剑圣有公爪 总感觉 他把啊 起头 抬起胸做人了 贼舒服 哎 一发C 强调 DK呢 终于到三级 剑圣也是二级 好嘞 DK到三的话 小狗先回家 等二英雄出来吧 二英雄选择的是巫妖 那令神 二英雄选择的是小Y 小Y之后呢 升三百 放下了双兽兰 那双兽兰的话 有可能还是会出飞龙啊 飞龙 小Y 三英雄出一个老牛 后面踩他一脚 贼猛 那120 二英雄选择的是巫妖 就看看三英雄会选谁了 对方不出猎头 那大概率不会出黑暗游侠 好 剑圣的话 五分钟 来 练一下对方旁边的一个六级怪 有可能搞个魁靴啊 魁靴一到 剑圣直接起飞 嘿 这不就来了吗 贼舒服 剑圣有魁靴 后面的话 打起来就比较凶了 好 小Y也赶了过来啊 这个点直接收掉 骷髅侦察到 可惜自己无能为力啊 心有余 额力不足 只能慢慢看着 小Y这一边的话 一级剑圣是2.5级 有魁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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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弓转 这个剑圣的装备 有输出 也有恢复 很不错 那120 现在呢 反正离对方的话 也来不及了啊 那就乌妖 好好的发育一下 这边再搞了一个什么装备啊 哇 两个智力加三 可以 刚才DK的装备 几乎好的装备 都给了巫妖 令神三本要转飞龙 三本转飞龙 三英雄到时候 看看他会出什么英雄 120继续发育 两个人还是偏向于发育啊 来 744 看看谁运气好啊 搞个大蓝就贼舒服了 来 七级海龟 给我倒 逼逼 来 这不就来了吗 大蓝 那这一边搞的是什么呀 好 七级海龟 还健在 把它解决掉 你有大蓝 我也搞个大蓝 不要表示 我的是大无敌 好嘞 双方的话正式相遇啊 人口4140 差不了多少 不过呢 这边有三个飞龙 直接贴加速 打你的一个蜘蛛 让你没有网 没有网 这边飞龙 就是无敌的存在 好 小狗追杀 那另外一边的话 有冰甲 升个冰甲 确实有点肉啊 DK18C 哦呦 往生好了 完了 飞龙这边 看看是及时止损呢 还是硬钢一波 好 还想硬钢 那这个飞龙的话 一色血解决掉 好好走吧 上树 通过上树 通过上树 来打一个视野叉 好嘞 120这一波 扛住了 灵神的进攻节奏 还是晚了一丢丢 好嘞 飞龙的话正面打不过 那我就过来搞偷袭 120家里暂时没有去 他没有塔 哦呦 没有升级塔 飞龙的话 这一波输出还是可以哦 好 关键时刻三本好了 三本的话 基地相当有一根塔啊 冰塔 解锁一下 灵神标准的飞龙出来之后呢 飞龙骚扰 然后掩护大哥们去练击 120这一边 也是做好了准备啊 三本身好 狂狗一身 毁灭一身 很强势的一波 可能就来了 那我们看看三英雄啊 兽足的三英雄暂时还没有出 120的三英雄呢 也还没有选 双方都不出三英雄吗 坚持的装备不错 小歪的话等级还差点意思 小歪要马上到三 好 又一个七四四啊 看看刚才是大无敌 这次搞个 嘿 又是大无敌 好 三英雄选择的是大屁股啊 深渊灵主 就是跟你拼地面了 那这一边呢 飞龙继续想去蹭一蹭 120生好了一个红塔 直接过来进攻了 灵神 这个家 要不要手 120的人口其实是落后的啊 深渊灵主没有生火雨 生的是一个吼叫 减伤的一个吼叫 来有城防 所以这个建筑还是比较的硬 灵神回来了 这一波我们看看 这戒神到家门口 还在继续练啊 等其他兄弟们回来 确实 部队集结之后再上 否则一个一个去追 可能就是胡罗瓦救爷爷送了 那这一波 对手回来之后呢 哦呦 120是没有TP的啊 要很小心 好 灵神 三英雄牛头也出来了 那牛头出来 踩个地板还是比较硬的 120没有TP 还是先撤一下 见好就收 撞了一点小针子 撤一波 灵神一看 你走了 那我继续练 这边有机会搞个加十二公转 或者是辉煌光环啊 这两个装备得其一 直接起飞 小Y马上到三 这个点练完小Y到三 牛头能不能到二 看情况啊 好 小Y直接到三级了 这边打了一个 哎呀 尴尬了啊 居然是老牛的耐久 狂欢 有点重复了 好 这边120 毁灭一票 狂狗一身 哎 继续练啊 你练我的分框 那我练你的分框 刚才剑圣 在不死座的旁边 打了个魁靴 来这边看看 能搞一个什么装备 强击光环啊 火叫 如果是强击光环 就完美了 好嘞 令神 现在是49人口 110 也是49人口 110这边没有TP 兽组这边也没有TP啊 两个人打的 都是比较的奔放 好 看看这边的尸体 比较新鲜 大概的对手在哪里 心中有树了 呜呜呜呜 无死族 三个蜘蛛 深渊领主 也是到了二级 比较硬 尤其是巫妖有兵甲啊 这兵甲一套上去 你剑圣的输出 就很受限制 好 DK买了TP 还是稳一点稳一点 来 练个大点 刚才对手练了一个 那我也练一个 剑圣分身 继续做好侦查 令神 就希望你练急的时候 屁股后面抓你一波 那这边呢 也不要小心啊 把野怪勾出来练 想偷袭我 那么容易 剑圣分身 打跑 这边七级黑胖子 那另外一边 练七级海龟 可以 双方的话 都练一个点位 经验值 可能是不死族 这边多一丢丢 那不死族这边的话 搞了一个什么好的装备呢 哇 勇气头盔 力量 敏捷加五 深渊领主表示 我好喜欢啊 四三二 深渊领主后面 到三级之后 就非常的肉了 那这边令神呢 五个飞龙数量还是太少啊 研究完成 好 令神破人口了 准备稍打架了啊 出了两颗多 两颗多 到时候打架的时候 给吞一吞 飞龙 吸吸吸吸过来 哎 点一条小狗子 不错 然后令神可以考虑开个矿 现在地度上的点 也练的差不多了 然后飞龙呢 稍微给对手一点压力 让对手在家里 哎 稍微的关注一下 不要随便出来 好 这边看看令神 资源方面的话 200多块钱 差一点点啊 整到600块钱 买个迷你基地 开个矿 这个时候 110 好 也快点进攻了 这一集 我们就看一下 哇 120后面 转了这边的一个 女妖 女妖上个诅咒 miss 是吧 让你健身 永远受不住 难受 来了来了 牛头 能不能到三 牛头身上 有灰二戒指 在家栏牌 好 120抓了过来 这一波 哎呦 敏叔还没有来得及吃 深渊灵族 一服当光 万富莫开 一发挪瓦克多的话 走不了了 好 飞龙直接上 这边的话 来 冰甲套起来 剑身很凶 打谁好 谁没有冰甲 我打谁 不四足 吼叫一开 这边的话 阵型方面 还是兽足比较好 120一看 阵型不太对 交个TP 哦呦 蜘蛛还是倒下一个 好 蜘蛛倒掉一个 那这边还是 稍微等会女妖吧 等女妖数量上来 给对手的单位 上个miss 是吧 浪你永远 miss打不住 好嘞 人口方面 现在120还是50人口 攒了1000多块钱 也可以爆兵了 令神早早就破了50人口 已经是67人口了 那这一波团战打完 令神觉得正面 好像自己有点强 现在 好资源也够了 赶紧买个迷你的基地吧 开个矿 120破人口了 55人口 来来来来来 这个点 可惜被练掉了 剑圣分身 侦查一波 来 小玩迷你基地安排好 令神开矿 令神表示 让我再猜三分钟 我的人口优势会更加的明显 那现在110必须得赶紧进攻 越拖到后面 后面对手双矿再手 经济越来越多 就不太好整了 120现在还是想把自己的深渊领主 踢到三级啊 好 点都练得差不多了 那得找机会去进攻吧 这个剑圣时不时过来骚扰 120人口跳到63 对手67 双方人口差距不大 阴影的话也是发现了对手开矿 那120得准备打架了啊 对手有矿 不打实在是不行了 深渊领主 嗯 美中不足 有点遗憾 没有到三 好嘞 狐妖的话 兵甲一套 来 部队们一起上 真行啦 好 深渊领主确实凶啊 一个人往前冲 那剑圣要小心 这边是有阴影的啊 你剑圣急风步 他也能看见你 好 两个人正前来好 这边令神 76人口 牛头 一脚踩下去 牛头已经到三级了 深渊领主还没有 可多想去吞 哪里能不能吞到 好蜘蛛一直在打拉扯 没有吞到 牛头再踩一脚 终于吞到了 吞完之后 令神这个拉扯很不错 剑圣 诶 被上了密子 这个输出的话 有点打直扣啊 小外奥级治疗 哪一口 深渊领主 有点肉 这边120的话 靠蜘蛛 靠深渊领主 靠了N多的一个伤害 这个部队的话 4-3拉开来 5-1神到了4级 5-1的话 这个装备还是不错的 牛头一脚踩下去 那这一波 看看剑圣的话 感觉上了密子之后 这个输出 确实大打直扣 好 蜘蛛钻出来 这一波的话 剑圣 诶 剑圣状态有点差 关键是个小歪 哪一口伸个奔身 右看蜘蛛 蜘蛛即使钻下去 剑圣 哦 剑圣 一个不小心 直接秒掉 好 这边57-53 剑圣秒掉之后 要不要直接买活呢 买活的话 资源还差一丢丢 这边能不能杀DK DK也是升到了五级 120这一波的话 打这个消耗战 打得强啊 蜘蛛带着你绕圈圈 这个走位就不错好 5-1提前到危险 直接交无敌 那深渊领主 能不能 深渊领主很危险 冰甲一套 DK身上的话 暂时魔法制不太够 再等一丢丢时间 好 再顶个无敌 拖一会儿 盒子一直在奶 这一波120打消耗 打得非常的不错 深渊领主 也是越战越勇 好 牛头 咦 咦 踩一脚 这边DK立刻 一个三级CC过去 三级深渊领主 太肉了 好嘞 319 人手一个冰甲 贼舒服 剑圣的话 是祭坛慢慢复活 好 120这一波 通过自己强大的操作 居然打赢了 呃 尖神表示 好没有排面啊 有魁靴 居然输出打的也是一般般 好 这一波的话 令神 团战没打赢 那分框即将沦陷 怎么办 这个分框600块钱收回来了吗 够翘啊 好 尖神还有几秒钟啊 还有45秒钟复活 那令神 这一边的话 看看能不能扛住 120 来来来 多买一点道具啊 无理买一个 把分框拆完之后 要继续进攻 不能让对手慢慢的把准弹给补好 尤其是最好剑圣别出来啊 好 这一波团战 10操作 贼猛 贼帅 家里部队继续补 人口的话已经反超了非常的多 61 大战 45 最后 令神就看剑圣能不能决定大翻盘啊 两英雄的状态补的差不多 剑圣 还有9秒钟复活啊 可以 刚刚对手过来 剑圣也出来了 那这边的话 靠地洞防守一下 来 牛头找机会踩一脚 比翼有这一脚踩得不错啊 踩了对手70%单位 好 剑圣 走出祭台 伸个分身 这个剑圣呢 输出 还差连一锁 太脆了 小歪小歪 二姐治疗 哪一口 不死足 现在DK 有三级的一个C啊 爆发能力确实强 特多吞好之后 往后撤 牛头 也被烧蜜死了 来 深渊领主 能不能秒 再踩一脚 哇 一个三级C 深渊领主是真的肉啊 看不动 好嘞 这一步的话 狼体死的差不多了 剑圣找机会 小秒 哇 乃出来了 还是没乃住 随着剑圣倒下 令神兵败 卢山倒 大出奇迹 我们恭喜 120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步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